RM 1K3 DM 1K3 RM 2K3 RM 1K4 RM 3K5 YO Hello我是Villiam 我是一敦 我是Uncle Z 哇 今天我們YouTube三子大集合 來 有位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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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Sam 原來介紹這間真輝呢 是米之年來的 它是1819和20年一樣都是 嘩 嘩 嘩 Uncle Sam 還有Gerry 還有 一燈大師 一燈大師是第一次出現在我的頻道 第一個好過的就是一燈 記得去我的頻道看看我的DIY DIY 教你自製的 太難得推介 這個真輝 慈命菜是炭燒BB豬嗎 炭燒BB豬 哦 即是燒乳豬 對 鱼雞 還有八花羊QQ蛋 還有 一定要吃這個 花格胡椒豬肚湯 有燒香味 這是桂馬 油條 我都喜歡吃的這兩個 還有肥韜 這個推介是包心雞 還有迷你佛跳場 每天只限10隻 嘩 算了 這樣真的沒有了 Uncle Sam發版 大師又拍照 叫掌超幻 首先要加魚皮 然後要加一些貝菜 一同 耶 哇 這個魚皮 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純粹是爽脆的 有些麻油味 有些蔥花味 還有加羅牌鮮露味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十分滿分 我就給10分 那我就不在支聯 有些蔥花味 我的朋友Micky 我見過 我見過 你見過 我見過 你也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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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見過 我現在準備試這個 鬼馬屁 好熱氣 裡面好像有些 麥魚? 哦 即是油炸鬼包麥魚 是嗎? 對 這個真的是七分 它不像油炸鬼 它只用麵包包著麥魚滑 就拿去炸 炸到麵包全都脆了 麥魚滑 就不是吃麥魚的 是混了很多粉 剪一些醬汁 就算是甜甜 其實它就沒什麼味道 我都給七分 你看 你看 吃得我全都脆了 耶 耶 哈哈 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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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要燒過去了 很好 很普通的片 不可以說什麼米芝蓮 這個就 暫時我還沒有驚喜 這個給6.5分 好燙 聞一勻 嘩 酸到勻 再咬一口 酸酸甜甜的豬扒 但挺淡的 我給高分一點 這個咬下去有點香口 醃下去有味 是梅頭來的 這個我給7.6分 嘩 嘩 嘩 好厲害 真的輸根活樂 我覺得我這個 還是吃到當年來吃這個味道 是不錯的 非常好吃 請問當年是幾年前 十幾年前 嘩 即是如來神掌 這個時代 十幾年前 你如來神掌 我講周星馳而已 嘩 那也是 這個 我覺得它可以去到8分 嘩 厲害 這個是葉均久一點 吃得出來 好 給8.5分 嘩 沒有均 沒有均 哈哈 喜歡拿這個加樂牌鮮爐 嘩 天島沙律醬 好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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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出手 OK 嘩 這個很香 面前有些鑽香的東西 很脆包包 很香 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這個要高分一點 這個要8.5分 選擇有些皮 有些肥 有些肉 先聞一下 胡椒味 嘩 嘩 它是面上的皮 就少少脆 皮和中間的骨膠原 是很滑的 很重的胡椒味 香蒜味 它是以煙韌彈牙的感覺為主 8.9分 它是很香的 我是沒有吃過這樣的胡椒香味的豐沙豬手 有些少少張利那種感覺 什麼叫張利呢 大家如果有吃過這個大雜排糕 就會明白那個張利那種感覺 當然是它給我 這個 所以我覺得好吃 剛剛我們吃過這麼多菜 這個豬手 我覺得是最配上米芝蓮的 這個名字 它胡椒和蒜香味 還有少少五香粉 那種味道 這個味道 就很豐富 這個味道 Nicky說實在說 差在一個漂亮的環境 但是這些有這些 本土香港風味 乾杯 乾杯 很久沒吃過海鮮雜藥糕 很好吃 海鮮有海鮮味 海鮮有海鮮味 非常有 有沒有加羅牌鮮呢 一定有 不是沒有吧 還是出發 還是出發 我發覺這個 用米芝蓮的精髓 所以一定要加加羅牌 總舵主 總舵主 陳家樂總舵主 這個老闆是紅花會的 這個米芝蓮的感覺 看不到我蘇蘇 又看不到蔡拿 有點失色 如果它沒有貼米芝蓮的牌 我會給7分 它貼了牌 我還給6.5分 不過可以的 它應該是幾十元 所以 如果幾十元 真的可以吃過 但是 配不起米芝蓮的三個字 如果大家想真正看米芝蓮 記得看我上面 今次的影片是這樣的 如果喜歡就給我一個讚 還有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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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摔偽傳 如果說到米芝蓮 不太厲害 但如果普普通通 你說性價值不值 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不是這區 特地走進來吃 就米了 但如果剛巧在這區 吃下也無防 就是這麼簡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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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夠厚啊 吃甜品啊 吃完就走吧 拜拜